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这个武将比较逗逼 比如说第二个随事啊 随事就是群雄把一个把其他角色打上鞭死之后 他亮出来可以摸一张牌 每当一名飞群的势力是吧 进入鞭死状态的时候 如果你试图不 如果你与你势力相同角色不同的话 相同的话你摸一张牌 但这个也行 但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群雄的鞭死之后啊 如果死了之后你也赶紧掉地线 这就不行了 这显得就特别的厉烈啊 虽然死之剑比较好啊 算是有一种 怎么算叫那个 魔魁 魔魁的意思是啊 能够把对方一张牌 这点还不错 但是随事呢 第二个呢 就显得有时候特别的逗逼 所以说我并不太 并不太太喜欢这个武将 但是这两个武将肯定要强过蜀国的是吧 肯定这个全 这个四个国家位蜀群中肯定是 蜀国是最弱啊 虽然说群雄也就也有比较逗逼的武将 但是人家群雄的其他武将都很强啊 这个群雄中 呃 弱势的比较有 这武将就有三个 就是这个谁来 田风 潘凤 还有一个技能是吧 这三个武将比较弱啊 但是这个每个武将都有自己的长处啊 这个 呃 这给群雄配的这个三个比较差的武将 可能是为了综合一下这个他们的强度是吧 不然你每个貂蝉 吕布 吕教主什么的太强了 嗯 好吧 在二号 直接这个看一会儿离开啊 直接就是砍了一刀乐一下啊 这这离开了也不行了吧 是吧 倒是报复了 果然这个色还是比较有狭干义胆 是吧 谁说的事也没有好人 是吧 这就是砍一刀啊 让你得瑟是吧 敢欺负人 是吧 你这个也是 也是比较仗义 是吧 看来的事业啊 好人还是比较多的 嗯 我们呢 就不能动啊 比较弱 我们是 走个武将就是 走个武将呢 就是个躺赢啊 看一圈圈出来之后一亮将摸一张牌 在气势上啊 在这个手牌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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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对方 果然这个六号就正在砍一刀啊 只是盲居吧 他是啊 是闲得没事 这六号的名字挺好听 小糊涂啊 小糊涂神 我想起来小时候看一个动画片叫做小糊涂神 嗯 觉得挺危害 但是没看明白啊 觉得动画片确实没看明白 当时也没看全 说起来动画片来 我想起小时候中央台放一个动画片叫做黑鸭子啊 好像是外国的 贪了呢 这类似于侦探片啊 比柯南市要糟啊 看着这个动画片挺恐怖的啊 其实现在的情绪都比较后盘 好吧 这个介绍的是白号 白号叫一号砍一刀 反正你被烙了 砍 被砍不砍 白不砍 砍来白砍是吧 反正要一起砍是吧 我破骨乱人锤 强调众人推啊 你砍我也砍 经常点嘲讽 还能行动啊 合了而不为呢 是吧 嗯 这棋牌过 也没有过多的举动啊 怪简介板也没有选择砍一号啊 看来这个三号也不是卫过啊 三看三下也不是卫过 如果卫过的话肯定会踩一跤啊 呦 这没有刮青光剑 让人逃的 行 逃的没必要留 这时候前期留逃的太多 没什么太大作用啊 嗯 留牌的话可以留闪闪无蟹啊 闪闪无蟹啊 闪闪逃的都行 但是留没啥 嗯 因为闪的话防袁绍啊 防袁绍嘛 啥 呃 六号开上南蛮 我们初上杀 过 六号没有过多的举动啊 嗯 所写这个田风的武装 其实这个大家看他在插画呢 他是一个在牢狱当中啊 田风也确实是被袁绍给弄死的啊 也不是被因为死剑吧 得罪了 把袁绍弄烦了 是吧 一直在劝袁绍不要打关主之战 不要打关主之战 是吧 袁绍不听 结果得罪袁绍之后 袁绍失败之后就算了 就是你咒的是吧 才能不让我打 结果输了吧 是吧 结果把袁绍害死了 哎呀 说来 这个一号挺酷逼啊 被砍的状态 是吧 还是个吕布教主 是吧 哎呦 这个果然是 吕布 吕布 吕布是毕竟是瘦死的 骆骆别买蛋啊 砍你的能力还是有的是吧 再砍啊 有的是寻有 果然是卫国 卫国的话肯定是比较嘚瑟 是吧 肯定是前向拉草虎啊 这叫做直接选拖管 也是放弃了 谁让你离开了呢 是吧 现在离开之后肯定是痛打落水果 离开的话 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全场人没有人动他 第二个就是 全场人都打他一个 我开门外界的叫做 挂一个白管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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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买蛋 活买一个 你稍微的 我就带走一个群熊 带走一个卫国 是吧 带走就带走啊 带不走就算了啊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肯定不能出来 现在原色 现在教主的死活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嗯 我们过一下 这个让说填封呢 还得 还得要行 是吧 嗯 拐个满 以待牢一下 不用也行 以待牢等手牌多了 再以待牢也行 以待牢的话 把这个还没剑气掉也行啊 起到一个白管 跳一个飞 飞 飞 飞群 笑着像卫国 其实啊 不过 曹操呢 还是文静能够带走一个群熊的啊 哎呦 这 这起好 这他现在可不不太明智啊 你去杀一个 杀一个即将行动的曹操的话 你不怕报复吗 嗯 你就有点跳群啊 这时候跳群不太明智啊 为一个僵死的人 你出来为他 为他 那么怎么说呢 为他挡刀的 这是不合适的啊 当然你有夹节版 这个原色 这个曹操还有链着一张 链着一张这个万剑呢 是吧 我们桃子也不能给他 叫做这么贵 贵也贵吧 反正 反正叫做现在活着也是一种雷锐啊 不如送他是吧 五谷风灯 五谷风灯 五谷风灯的话 曹操看来是没牌了 如果有牌的话 他可能是想找陶的 但是没陶的可能是 如果你现在手牌不是特别的 不是 闪闪条不是特别急缺的话 你就不要把这个盲目的开五谷 等于是给其他这个非卫士力送牌的啊 果然是招了一个七二buff啊 七二也不是为过 三血不慢 三血不慢 你还这么快 这么嘚扫 你算你 你替一个 你猜曹操干什么呢 你 你看105级 我知道了 其实我们碰 如果他是全球的话 也算是 怎么说呢 比较 比较 也是全球的不幸啊 打不到 只能先打一个三号 三号也不是卫国 果然不是卫国 三血不慢啊 这有点跳背啊 直接就是招了一个 招了一个 一个非 非卫的势力往死里搞 肯定是个卫国 这也非常明朗啊 我们主持有可能看的意识到不好啊 果然亮了一个田锋 这田锋估计他是 反正是 他可能考虑一下 反正人头的 反正是空城也是空城 还不是白对方一张牌呢 是吧 你看了吗 这田锋的技能 是吧 但是你也不黑不得的武将 这个田锋有时候还挺强的 好吧 好吧 国家 你国家 你三血不慢 还是四百一 你三血不慢啊 我服你了 一百八十三一 我服你了 你是怎么玩的呢 四百一国家有必要逃吗 你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说你啊 哎呦 你看 还没逃呢 你说你 三少是拖管啊 拖管啊 拖管他是比较坑 看场上现在是四个卫国 我们想应还是比较困难 这熊翼吧 而且我们有个技能是熊翼如果是全场势力最少的 还可以回一滴血啊 火攻一下 烧一下他 反正他是也没亮将 也没卖血是吧 烧一下他就烧一下 好吧 真姬和虚楚 果然三血不慢的 这个不正就是真姬和一个熊岳 正是个比较容易被卫国 莽死 三血卫国 真姬虚楚 不过想剁掉我们还是比较困难 凭他爆发的话 你有黑鲨 我有任务盾 是吧 你有决斗 好吧 那没办法 但是你没 但是你没有裸衣服 你没脱衣服 是吧 再也没感觉了 是吧 我们我们比较喜欢脱衣服 是吧 脱衣服 我们比较害怕 是吧 草操的让自己这比就没什么意义了 你这本来就是跳位了 没什么意义啊 顺一下他 反正不能顺身一吧 是吧 好吧 这庞道还在说话 是吧 我感觉他不是为我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草操的顺身 觉得浪费啊 不拿不拿 是吧 就拿了 就顺一下 他总不能顺身一吧 是吧 我们这个 我们这局悲剧了 赢不了了 你看 这 这感觉悲剧了 这个三个全球就打上这样了 其实被麻烦了 你说 哎 只能靠我们独善其身 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努力了 开万剑 哎呦 这叶没闪啊 没黑吗 你啊 没黑吗 哎呦 这奉牌啊 这感觉爽 没有给 这时候非常漂亮 没有给曹操演一个 嗯 没有给曹操打武器 没有给曹操 给曹操打一张武器啊 不能不能让他卖血啊 不能卖血的话 就前攻进气啊 哎呦 这色尔 直接死了 嗯 但他也不可能是 他也不可能是 呃 是为是全球了 哎呦 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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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燃 是吧 这牌 你能燃 是吧 这牌 你能燃 开了难门 看能不能带走一个真鸡 真鸡有9啊 和国家给他呢 有带兵 再送牌啊 哎呦 操控器人的难门 我们不必要在这第一轮里 第一轮啊 第一轮做掉一个武将 这看国家能不能带走 国家估计是够呛啊 够呛能带走的 好吧 国家 你真是 好吧 嗯 一带牢 先制衡一下手牌 先把这个买买冰和买买软就行 砍一刀 砍一刀 在决斗是吧 决斗 直接带走你啊 三张牌到手 四张牌啊 四张牌 如果他救不过来的话还是四张牌啊 肯定是一条四啊 你看这状态肯定 可不是一条四嘛 是吧 好吧 没有 我们进最大努力了 这个反正这么多牌 是进最大努力了 哎呦 这个曹操的话 还敢还敢开南蛮 我说你什么好曹操 你现在你有 你有一个队友 你现在放南蛮的话 对队友是不负责任的 偏点 你你哪里来的 自己你偏点 不是 你驱虎吞狼啊 你放弃也不能这么放弃 你放弃的话 怎么说呢 你放弃的话 也要等到田红来杀你啊 杀你之后他耗一张牌 等到他的回合 这巡逾 这路 电尾也不一定摸到什么牌啊 你也不至于这么崩啊 哎 你说这个人 如果没有斗志的话 他玩什么都不行啊 再好的武装 他也不会玩惨的 电尾下护盾 也是苦于没有距离啊 拆弯牌 肯定能强袭 但是你没有武器啊 这代价比较高啊 清光剑 看一刀吧 枪袭吧 没有枪袭 你这等什么呢 你这 你这没机会了 兄弟 给我拆桥一下 拆桥一个手牌 顺手牵阳 你这顺 属于彻底控成了 你让我们 我们主持有1D血线之后 对 要他1D血线之后 下回合 他没有逃的的话 他又不能回血了 就能少穿一张牌 你这放弃机会 你这 看来蝶北也是放弃了 也没有什么 你这 这是彻底打不过了 先砍一刀 不要给他原原建功 不用给他 不用给他 我们稳稳能收到他 为什么要给他原原建功呢 闪 下回原始千里奔袭 没有手势 没有后勤的 蝶北这想他放弃了 看来逃得死了 这个好好的大卫国 又这么崩了 你说这 怎么说呢 主持有的胜利 动然是我们抓住一些机缘巧合 有填锋的一个随士 有随士和一个雄翼 这一摸牌 这一过牌 当然是有这个原因 但更多原因是 卫国的坑都不敢卖血 你说 你这400亿 看着400亿国家不敢卖血 你自己能信吗 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话 那我还可以怎么说呢 说你 你可能是怕被忙 是吧 怕被乐 是吧 但是你亮翠 你司马仪你还怕 双卖鞋兄弟 绝戴双胶 有没有 是卫国的半核心 卫国谁都可以帮 但是你国家司马仪也不可以帮 而且 主持有放南蛮万箭的时候 他居然没有逃了 好吧 残局的胜利呢 如果他们正了麦正打的话 还不至于打得这么蹦 只要他们认真打 绝对不可能打成这个样了 这个真意也不亮 你说这个 怎么说他呢 这果然就是这样 都想逃赢 都想换人头 都不想出来 这就没办法了 这就得把胜利拱手送给他人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到此一说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